我叫林雅,是一个富二代 一个有被迫害妄想症的富二代 为了追求安全感 我秘密修建地下城堡 大量囤积物资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在我进入城堡的第二天 末世到来了 默默又来推好听的末世文啦 准备好瓜子花生 他车啦 我爸是A国首富 我妈是陪我爸起家的糟糠之妻 比起我爸起家后的那些小三小四 我妈出身相也 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 我爸对我妈渐渐疏离 我妈也因此内心无法接受 心里逐渐扭曲 而我,我妈唯一的女儿 是我妈内心扭曲的 直接也是唯一受害者 从小我就知道 我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人 我不是我妈能利用 定夺的我爸青睐的儿子 相反,因为我爸常年不在家 我被我妈虐待辱骂 内心敏感 内向胆小 畏缩懦弱 我爸偶尔回来几次 因为看不上我这样 上不得台面的样子 而迁怒我妈 我便更不受待见 终而往复 恶性循环 又因为我爸庞大诱人的家产 我曾被我爸的竞争对手 被绑架过 被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陷害过 所以,即便我妈死后 我虽然不再受亲妈压迫 但是日子同样过得很是艰难 当然,这只是在我自己看来 在别人眼里 我是风光无限的富二代 有数不尽的金钱可以挥霍 一生荣华富贵 其实也确实如此 我爸虽然不待见我妈和我 但从未短过我们的零花钱 甚至因为愧疚 还会格外大放 而我不善于交际 没什么爱好 攒下了不少钱 再加上我妈去世时 如果我愿意 下半辈子纸醉金迷美男 环绕一点问题的都没有 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有病 而且我不愿意治 我有轻微的被迫害妄想症 我毕生的梦想 是生活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不出门不见人 如果是别人 就可能就止步于梦想了 但是我不一样 我爸是首富 我并不想去深山老林市来桃源 原因太多了 且不说大山里有太多未知 不是我可以应对的 但当我很懒这一点 就可以绝了我去山里的念头 三年前我成人礼 我爸承诺给我一处房产 我选了一栋郊区的别墅 这是一处新开发的别墅区 每栋三层 独门独院 我用了两年 找了最顶级的设计师和建筑队 用最安全坚固的材料 在别墅下面挖了一座地下城堡 没错 我给我的秘密基地 起名叫做地下城堡 并且我不承认它有一点中二 因为我实在没有安全感 整座别墅其实都重新装修了一遍 从外面看并不会很打眼 但是实际上 别墅所有的玻璃 我买了很多摄像头 装在别墅周围 地下城堡和别墅里面 不过为了美观 地下城堡和别墅里面 安装的是针孔摄像头 此外 我在别墅顶部还安装了太阳能板 日常发电量足够维持我的生活 不过现实生活里 太阳能板实在是很没用 之所以要安 是因为我的装修参照了大量漠视小说 毕竟除了没有丧尸 我们的诉求都是一样的 城堡的入口 我选在别墅一层卧室的床下面 机关在床板下 打开机关 床会平移到一边 第一扇门是很普通的体门 利用密码打开后 是一间普通的地下室 里面被我装饰得非常奢华 有大量金条和现金摆在明面上 这是我为了迷惑别人制作的假象 真正的城堡大门 在地下室的角落里非常隐蔽 用了超后防爆门 并且只要在里面繁锁 在外面是无论无核都不会打开的 同时 整个地下城堡外围都设置了电网 并有报警器和监控 可以实时观察 城堡一共三层 最下面一层设计为储物层 里面安装了五组一兆瓦的大型蓄电池 在没有电的情况下 足够支撑我的地下城堡 接近两年的正常生活 在另一面 我要求设计师夏娃打造了一个蓄水池 储水量为三吨 剩余的房间 我放置了大量货架和冰柜 厨房也在第三层 一二层是我的日常生活区 有卧室 浴室 电脑房 健身房 观影房 书房 宠物房等等 地下城堡和别墅是两套不同的用电系统 都是精心设计过的独立的处理系统 在地上别墅里 基本无法找到到关于地下城堡的痕迹 这是我一直以来追求的 一个绝对安全的 秘密的城堡 别墅一年前交房 六个月后 也就是半年前 我开始着手里面空间的添置 因为需要购置大量用品 我在清点了自己的剩余财产后 悄悄收购了一家小型超市 我接手了超市的采购部 用超市公章开始了大采购 别问我为什么不直接去买 因为我想打造一个绝对秘密的城堡 一切都要秘密形式 不要追问 因为如果追问的话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有病 如果不是现代社会 我都想让设计师和建筑队消失 不过后来我打听过了 因为实在是太过顶尖 他们受漂亮国的富豪邀请 去设计庄园 近期是回不来的 经过半年的秘密采购 我的地下城堡已经出具规模 因为并不打算出门 也因为我少的可怜的安全感 除了购买了很多零食外 我还买了大量米面粮油 压缩饼干 生鲜蔬果 矿泉水 地下第三层已经被我基本填满了 按照货架分门别类摆放 生活类 五金类 食品类 冷鲜类 紧紧有条 此外 按照末世文的必备套路 本的多多益善的原则 我还购入了多架遥控飞机 望远镜 无线电系统 数个下载了大量电视剧电影的 大容量硬盘 各类纸质书 还有多台手机和平板等 至此 我的地下城堡主体工程构建完毕 基本可以入住了 2028年1月1日 两历元旦 我正式开始了我的地下生活 至于地上的别墅 在交房时就已经可以入住 我在里面居住了半年 结果地下时 特意没有隐藏居住痕迹 营造出了一种日常居住的感觉 不至于别人找不到我 也不至于有人来的时候 我没有地方招待 至于亲人 我的外公外婆和母亲去世了 我爸一个月前 带着几个小蜜和孩子去 漂亮过度假了 本来我就是游离在他们之外的人 日常并不联系 也算毫无牵挂 哦 忘了说 我自己是一个黑客 不是顶尖的那种 但也不算太差 小时候被我妈所在屋里时 靠了一台藏起来的笔记本电脑消遣 误打误撞接触了编程 全部都是自学的 可能是遗传了我爸的智商 我学起来并不困难 掌握得也很快 不过这些东西没人知道 我妈一直想让我读金融 去继承我爸的公司 不过后来我还没读大学 她就去世了 大学我也没去 我爸对我没有多少期望 我自己也害怕社交 在家里请了家教 买了个无所谓的学位 也算说得过去了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 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没有人打扰我 不用社交 不愁吃喝 生活自在 在我亲手打造的地下城堡里 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包围着我 我打算养一只猫 这是我一开始就有的计划 但是却因为没有合演员的猫 而一推再推 前几天宠物店的老板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店里 到了一只大概六个月大的侄儿兰猫 虽然是被人遗弃的 但身体没省大毛病 甚至很健康 好养 我看了店主拍的视频很喜欢 直接拍板定下了这只猫 今天是我和店主确定的时间 去店里把猫接回来 上午十点 我照常戴了帽子墨镜口罩出门 不过因为是冬天 所以并不太引人注意 我平时开的车是一辆吉普 外观强悍 能给我安全感 到了宠物店猫 已经被店员放到笼子里了 我抱出来看了看 萌萌的 有点蠢 确实是我喜欢的类型 把猫放回笼子里 我以家里空间大为有 分别买了60代猫砂和猫粮 还有猫条猫罐头若干 又按照店家推荐 买了一些药品和营养素 因为买的实在太多 商家还送了很多玩具 猫抓板 动猫棒之类的 把东西放到车里 已经接近12点 我开车回别墅 天很阴沉 看起来要下雨 我打开车在广播 里面在说 某国实验室发生泄漏 男女主持人还在调侃 怕不是要发生生化危机 电台里氛围轻松 而我却一下子想了很多 到底是心里有一点问题 我思考问题的方式 永远都是最消极的那种 乌云越聚越多 并且开始打雷 我不自觉打了一个哆嗦 毫不犹豫地踩下了油门 到家的时候 雨还没落下来 我把车抬进院里 锁上院门 强忍着直接躲进地下城堡的冲动 我把东西一趟一趟搬下来 安置进城堡里 把猫放进宠物房后 马不停蹄地去了电脑房 电脑房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 也是我不值得最用心的地方 我把整个身体 缩进软和的座椅里 飞快地掉出来 室外摄像头的显示画面 六台显示屏 展示着不同地方的监控画面 并没有什么异常 我稍稍放下心来 其实在我的日常生活里 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我像一个惊弓之鸟一样 对外面的情况 抱以最大的恐惧和最恶毒的揣测 我放下心来切换界面 搜索网络上有关实验室泄漏的信息 然而让我恐惧的是 网络上干干干净净 相关词条也无法显示出信息 像是被人一下子删除了一样 在信息杂乱的互联网 可怕的不是各种各样 耸人听闻的言论 而是对于某件事 一点信息都没有 我没有犹豫 切换端口去了外网 让人疑惑的是 仅有零零星星的几条言论 并不权威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消息 就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一样 可是我零零听见半个多小时前 广播报道了这件事 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一些突发原因 导致这件事需要隐瞒大众 但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主持人的话 生化危机 我疼得站起来 小跑着去了三层 首先打开了蓄水池的水龙头 开始往里面灌水 然后确认了五组蓄电池 全部都是满电状态 接着我盘点了一下货架上的物资 因为很懒 做饭也不禁 我日常大多吃即食食品 自热火锅 方便面 面包等等 所以我也囤了最多这种商品 各种口味应有尽有 此外还有很多零食 饼干 肉腐 辣条 薯片 水果糖 巧克力等等 我庆幸我当时没有敷衍 认认真真 几乎是把整个超市搬进了地下城堡 东西很多 一点都不少 我心安下来 至少吃的完全不用愁 加上我饭量小 省着吃够我吃两三年都不止 吃的确定下来 我就去看了看饮用水 快乐肥宅 怎么能少得了快乐水呢 基本上市面上常见的饮料 我每样都囤了三香 保质期大多是一到三年之间 除此之外 还有60桶桶装水和20桶矿泉水 我盘算了下 省着用的话 短时间内是不会缺水的 加上我实在胆子小 不敢再去外面继续采购了 所以我决定就这样了 打死都不踏出大门一步 东西如果吃完了 那就直接饿死吧 我去书房把充电宝都拿出来 一共45个 40个是买的 5个是赠的 感谢商家每个充电宝都赠送了线 感谢我买的时候 听了商家推荐 无脑买了40个插头 我把40个充电宝都充上电 地下城堡的插孔不够 我就大着胆子去别墅里充 同时还把10个平板也充上了电 在每个房间里都转了转 确定东西都布置好了后 我进了卧室 在床头摸了摸 找到一个凸起 用力按 一扇门打开了 这是一个暗室 面积并不大 七八平米左右 里面有两桶桶装水和一箱压缩饼干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枪 这是我通过我爸的人脉 偷偷购买的 一共三把 一把手枪 两把步枪 每把枪配有子弹600发 这是我最后的防线 我这个人懦弱得很 如果发生意外 最好是能躲过去 实在不能 我就用枪自杀 我走出暗室 回到电脑房 我持续搜索网上的信息 同时通过摄像头 观察别墅周围的画面 我不打算回卧室睡了 我是不可能睡踏实的 然而那天并没有发生什么 好像一切都是我想多了 日子安安稳稳过了五六天 期间 我断断续续又购买了 30桶桶装水和各种药品 在不同的厂家下单 送过上门 这段时间 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蓄水持满水 蓄电池满电 各种电子设备 全部充电完毕 水电不愁 吃穿不愁 生活用品 我也重新进行了规整 纸 卫生巾 牙膏牙刷等非常齐全 电热坛五床 棉被五床 并且修建时考虑到这里 夏天并不炎热 和空调外积太过明显的问题 地下城堡并没有安装空调 而是选择了风扇 2028年2月13日 我收拾好一切 打定主意 不再与外界联系了 经过我的观察 小区里除了我之外 还有两户人家常住 但是相隔较远 相互之间并没有联系 我上去别墅 把沙发和床用布盖上 断气断电 营造一种出门的假象 如果真的有人破门而入 不至于想太多 而发现我的地下城堡 回到城堡里 我给我爸发一条信息 大概意思是 看到漂亮国枪击案 十场发生 担心他的安全 希望他不要经常走动 多待在家里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小猫已经和我非常亲近了 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大款 没错 贼有钱的那个大款 安顿下来后 我在电脑室里逗猫 突然响起了铃声 这是我设置的监控网上 关于实验室泄漏和丧尸的提示音 我赶紧去看电脑 顿时惊呆了 就像是再也瞒不住了那样 漂亮国丧尸 词条热度一路上升 直接升顶 关于丧尸的言论 铺天盖地地涌出来 浏览量最多的是一个视频 位置是漂亮国的一个街道上 人们尖叫四散逃跑 后面有很多动作僵硬 体型扭曲 歪头张嘴 眼球发白的人性怪物 见人就咬 浑身上下血迹斑斑 嘴里两个不属于正常人类的尖牙 非常吓人 喉咙里发出动物一般的嘶吼声 下面有很多评论 说漂亮国很多城市已经沦陷了 让人们赶紧囤好物资 躲在家里 我接连看了几个视频 内容基本差不多 视频里 人们撕心裂肺的叫声 让我的心都揪起来了 我关掉视频不想再看 短头搜索了一下本事情况 和我预想的差不多 虽然丧尸的消息刚出现没多久 人影都没有 我想了想 黑入了城市街道的监控 画面还算正常 除了人们都行色匆匆外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东西 我心里希望国家能控制住局面 又暗暗庆幸 我就像上帝的丑一样 提前囤积了大量物资 建造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恐怕没有人比我更安全了 晚上 我抱着猫睡在了电脑房 半夜我被一声巨响惊醒 内心一阵恐惧 我在地下二层 周围全是隔一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故 能有如此大的声音 网页上并没有发现 什么有用的信息 我调出监控录像 其中一个画面充天的火光 很快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放大画面 画面里的景象 简直触目惊心 是一架飞机的残骸 和倒塌了大部分的爆竹工厂 不止如此 我分明看见 从火堆里挣扎站起来的 不是正常人类 是丧尸 后面的画面我没有看 从监控里传来的火焰燃烧的声音 人们惊恐的哭喊 和丧尸的嘶吼 让我从心底里感到恐惧 因为我戴了耳机 所以猫咪并没有听见这些声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很安静 很安静地躲在我怀里 看起来比我还要害怕 我低头看了看时间 凌晨三点 因为昨天晚上没吃饭 现在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但是我没有任何食欲 相反胃了一阵恶心 我跑去卫生间干啰 实在没什么能吐出来的 我用冷水洗了把脸 抱着胳膊 蹲在卫生间的角落里 我很害怕 猫咪寻着我跑过来 往我怀里钻 我回了神 吻了吻情绪 抱着猫走出卫生间 手机传来响声 我拿起来看 是软件推送消息 我有一点失望 漠视来临了 还是没有人能记起我 我打开朋友圈 同父一母的妹妹 发了张喝咖啡的照片 看起来他们在漂亮 过过得很好 起码是安全的 我又打开和父亲的聊天记录 最后一条消息 是我提醒他要注意安全 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呢 我放下手机 不再想这些 现在还是保命重要 病毒蔓延非常迅速 整整一天 网络上全部是求救视频 有的人浑身是血 在镜头下 一点点变异成丧尸 有的人躲在屋子里 瑟瑟发抖 食物短缺 并不能维持生活 我蜷缩在座椅上 默默看着屏幕上的视频 刷着网页上的评论 手不受控制的颤抖 下午五点 工厂的大火 实在没什么可烧的东西了 只剩下零零星星 几出火源 基本熄灭 但是城市大部分已经沦陷 街道上是成群结队的丧尸 血迹到处都是 幸存的人都躲在屋子里 闭门不出 估计人们都没有想到 丧尸会来得这么快 一架带着丧尸的飞机 好巧不巧 坠毁在这座城市里 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傍晚我的手机 收到了几条官方通知的消息 要求人们尽量居家 并介绍了丧尸的一些特点 比如嗅觉听觉十分敏锐 以生肉为食 攀爬功能受限 但动作迅速 两天后 2月15号 我所在的C城断水断电 我没有打开备用电源 而是把顶楼的太阳能发电板发电 接入地下城堡 因为是冬天 阳光并不充足 每日发电 只能勉强能维持正常生活 我打开电脑 别墅周围的监控 还在正常工作 画面显示 别墅外围一切正常 没有丧尸出没 也没有生人经过 又过了三天 2月19号 A国大部分城市 都不同程度受到了丧尸的攻击 有的防范及时 并没有多大牺牲 大部分人都是安全的 也有的因为难言太快 城市沦陷 网络知识已经没有了 电视还能看 我拿出无线电台 意外的发现 无线电频道很丰富 有官方的 也有私人的 我收藏了几个私人频道 都是记录末世生活的 我大概整理了一下 频道1是三位本城市的大哥 日常喜欢组团冒险 装备丰富 居住在市中心高层小区 他们看见新闻的第一时间 就进行了相对专业的物资囤积 但是因为时间紧急 准备的并不充分 食物大概够两三个月的 但是淡水不足 丧尸爆发时 刚好居家卫出门 躲过了一劫 频道2是一位 隔壁H市的职业小说作者 听声音是个温柔的小姐姐 她和家人生活在H市的大山脚下 在得到消息后 整个村子直接迁移进入了深山 不会有人比世代 生活在这里的人 更熟悉这座山了 目前他们已经在一个 山洞里安顿下来 频道3是一个Z市的小哥哥 Z市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城市 他已经带着生活用品 进入了官方发布的避难所 虽然拥挤 但是足够安全 也能分配到可以维持生活的食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的丧尸浪潮 席卷了世界绝大多数地方 而发生泄露的实验室 所在地漂亮国已经基本沦陷 为了自保 漂亮国只能把部分实验数据公开 希望世界各地的科学力量 尽快研究出抗体疫苗 2月20号 官方发布通告 告知群众由于我国海关严格 并且动作迅速 国家的重要力量得到保留 并且已经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避难所 群众可以进入避难 请人民不要失去希望 努力坚持 团结一致 相信国家一定会渡过难关 我对未来的日子并没有什么规划 非要说的话 就是摆烂规划 现有的物资 就是我的全部物资 吃光了就等死 被人发现了就自杀 如果在物资吃完之前 这场混乱能结束 那么我就感恩祖国给了我一条命 如果物资吃完了还是这个局面 那我活着也没太大意义了 总结一下 就是一个格局打开 带着一种大不了一死的必死的信念 我神奇地放松下来 因为性格原因 我本就享受独居生活 孤独并不会带给我不是敢 而且我物资充足 安全也算有保障 想明白这些 我提了很久的心终于放下了 开始慢慢享受生活 2028年2月21号 紧张害怕了好几天 没怎么吃喝 更没收拾房间 我看了看像狗窝一样的屋子 决定来一次大扫除 把该规制的规制好 该整理的整理好 我又去洗了一个热水澡 美美地敷了一个面膜 舒舒服服地躺在客厅的摇椅上 自从断网后 电脑就没什么用处了 我直接把监控画面 转接到平板上 占地空间小 又便于携带 方便随时观察 外面天气还很寒冷 地下城堡虽然有保暖设施 但还是会有一些冷 我在堂椅上 铺了一层厚厚的垫子 还放了一个小毯子 顺便也把茶几拖了过来 把平板放在上面 我打开无线电台 现在中午11点左右 是频道一三的大哥 经常活跃的时间 调好频道 我打开了一盒自热火锅 不是委屈自己 而是我自己下厨的话 绝对做不出来 就可以了 比如煮粥和炒一些简单的菜 火锅差不多可以吃了 电台里也刺辣刺辣 开始传出来说话的声音 在这里 就称呼经常说话的大哥 维三号大哥吧 他是三个人里最年轻跳脱的 说话也很风趣幽默 平时杂杂呼呼的 是个闲眼包 经过他的描述 我知道了 市中心已经被丧尸完全包围了 并且丧尸牙齿锋利 白天比夜间活动更加敏捷 但是他们没有思想 只会机械地趋向 有声音和人气味的地方 根据三个大哥的观察 城市里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幸存 目前幸存的人大部分都待在家里 没有人冒险外出 我分析 现在应该属于末世初期 人们还有食物维持生活 但是随着时间渐渐过去 人们没有食物可以生存 一定会有烧杀抢夺的现象 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 我生活在地下城堡里 没有思考能力的丧尸 对我来说不足为惧 在末世里被逼红了眼的同类 才是我最应该防范的 三号大哥还在侃侃而谈 他现在在普及一些 自我锻炼和保护的方法 我心里也下决心 城堡里的健身房 不能再当摆设了 虽然我没有出去硬硬硬的打算 但是也应该提高抵抗力 尽量保证自己不生病 我一边吃 一边随着电台里的背景音乐 摇头晃脑 不经意瞥了一眼平板 下落差点把筷子扔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别墅外其中一个监控拍到的画面 已经从空无一人 变成了密密麻麻的丧尸 我一边谴责自己不够警惕 一边戴上耳机 打开监控的声音 准备观察外面的情况 然而就在打开声音的一瞬间 我整个人一击灵 随后被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感觉到丧尸 交错杂乱的低吼声 让人听了头皮发马 我前所未有的庆幸 我的城堡隔音如此之好 能让我免除这些恐怖声音的干扰 把所有录像都调出来 我在其中一个画面里 看见了一辆吉普车 隐约能看到里面坐着的是一男一女 他们开着车子 在别墅区里横冲直撞 车身上血迹斑斑 布满了划痕 并且有剧烈碰撞的痕迹 看样子应该是从外面闯进来的 他们开得实在太快了 几个监控都只拍下了车子 飞快闪过的身影 然后就不见了踪迹 我看着画面上拥挤的丧尸 还没来得及感叹 他们两个人 竟然能给我带来一个这么大的惊喜 监控器里就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 紧接着就是一个女生 淒泥绝望的尖叫 我猜测应该是汽车慌乱之下撞到了哪里 不过他们并不在监控区域里 我只能听到声音 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不知道 掉转画面 我继续观察别墅外围的丧尸情况 我的别墅附近大概有三四十个丧尸 他们都朝着别墅西面走去 但是那辆车消失的方向 再过了几分钟 监控里就只能看到几个零零星星的掉队的丧尸了 我并不清楚 丧尸听力和嗅觉的敏锐程度 但是算了算距离和地下城堡的隐秘程度 我觉得丧尸并不能察觉到我的存在 不过保险起见 我还是放低了活动的声音 也不太敢再吃一些气味比较大的食物 晚上只吃了面包和酸奶 持续关注了一下午 我没有发现车上那两个人的身影 若微的丧尸也并不能给我造成威胁 我心里放松下来 估计是察觉到危险 这几天小猫都很怪 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沙发上或者缩在我怀里 根本不需要我操心什么 晚上十点 洗漱之后我就上床睡觉了 2028年2月28日 早上起来 我习惯性地打开平板 查看外面的情况 意外地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是之前吉普车上那两个人 他们已经变成了丧尸 扭曲着身体在别墅区里晃荡 这是丧尸在没有猎物的时候惯有的状态 也不知道他们是一开始就变成了丧尸 今天才晃荡到我的别墅附近 还是他们躲过了丧尸最开始的攻击 一直躲在某个地方 最近才被感染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丧尸爆发以来 我一直没有发现过 小区里其余两户人家的踪影 现在已知的唯二闯入者也已经被感染 我目前是非常安全的 确认了这些 我从床上爬起来 昨天晚上设置了定时煮饭 估计的时间 现在周应该已经香喷喷地在锅里了 这几天并没有发生比较特别的事 我给自己排了一张计划表 逐天加大运动量 现在已经拖有成果 慢跑三公里已经没有太多不是赶了 距离丧尸爆发已经过去半个月 频道一的三兄弟 在昨天表示了对淡水储存量的担忧 他们估计剩下的水最多只能撑一个星期 三号大哥已经不再像一开始量幽默了 最近几天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的担忧和焦虑 我估计过不了多久 他就不会再在电台分享生活了 和他的行程明显对比的是频道二的小姐姐 农村人本来就有囤粮的习惯 进入深山时 他们更是带走了相当多的存量 家家户户都不缺口粮 如今他们找到了一个相对隐蔽的山洞 大山里本就面积庞大 地势陡峭 普通人进去很难找到这个地方 不过为了安全 他们又齐心协力修建了围栏 靠山吃山 如今虽然天气寒冷 但已经立春 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开坑土地了 在这里唯一的缺点估计就是没有电 不过这对心灵手巧的农村人来说 根本不会有多大影响 没有现代的设备 还有最原始的手段 在混乱的末世 小姐姐这里完全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甚至于她都没有停止工作 还在兢兢业业的用纸质笔记本写小说 据说已经写了几十万字了 可能是出现的时间不固定原因 我很少能搜索到频道3的小哥哥 比较少的几次收听 他都对未来表达了积极乐观的态度 看样子是C市的治安 维持在一个稳定且逐渐变好的状态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只有其他城市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后 才有可能有余力来拯救我们这种沦陷的城市 2028年3月12号 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27天 我盘点了一下物资 发现只消耗了很小一部分 这让我感到满满的安全感 但是丧尸爆发这么久 没有任何有关救援的消息传来 并且电视也不能看了 我有一点担心外面的情况 从最近无线电台收到的消息来看 病毒的厉害程度被远远低估 除了我们A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损失都相当惨重 但是毕竟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我们国家也不免会被其他国家所累 三天前 频道1的三个大哥断水第三天 他们宣布要绝死一战 出门寻找一线生机 现在三天过去了 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 频道2的小姐姐生活依旧充满了生机 不过他今天向我们告别 因为电量不足 他已经无法再继续用无线电传递消息了 他希望收听到他广播的人都能坚持下去 祝愿世界安好 并和粉丝们约定这场灾难过去后 去某某平台留言 他一定会送一箱自己亲手栽种的水果 至于频道3的小哥哥 前天收到他向外传递的消息 好像是Z是发生了大规模的丧尸入侵 官方号召人们一起抵抗 他言语中很是激昂 应该是想应号召去抗击丧尸了 对于我这种肩不能抗手不能提 只能缩在后方 等待祖国救援的小废物来说 频道3小哥哥真的太让人敬佩了 我由衷地希望他能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地度过这场灾难 更希望保卫我们国家的所有兵哥哥 都能平安顺利 2028年4月1号 丧尸爆发两个月了 我已经习惯了地下城堡的生活 除了每天固定锻炼身体外 我还开始了读书打卡 李白杜甫 曹雪琴罗冠中 渔华莫言 沙士比亚 东野归吾 格林童话 一所欲言 百科全书 十万个为什么 这些我都没看过 这是我列的书单 我决定要做一个 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午饭我吃完饭 正在知识的海洋里 望我的遨游时 别墅外的监控有了新动静 我连忙放大画面 看见有三辆吉普车 停在了隔壁别墅门前 从上面下来几个 身穿穿迷彩服的壮手男人 为首的那个人环顾四周 眼睛扫过 摄像头的时候 我隔着屏幕和他对视 我看见他眼睛里 有浓浓的杀意和力气 我瞬间明白了 他们恐怕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没说什么话 只对视了一眼 就见其中一些人 熟练的拿出斧头锤子扳手等工具 分成两拨开始砸门 剩下的几个 则在周围巡逻警戒 我知道了 他们是来大扫荡的 很不幸 我的别墅 就是他们要扫荡的第一批对象 估计是因为我的别墅 在小区的最里面 这个位置比起其他别墅 要相对安全 因为院门我没有特别的加固 所以他们很快就破门而入 进到院子里 但是别墅大门 是我特意安装的防爆门 玻璃是厚厚的防弹玻璃 他们一时间被挡在外面 没有办法 这时 隔壁别墅的大门被砸开了 他们暂时放弃了我的别墅 转而去了隔壁 但是我知道隔壁是空的 房主当时只进行了装修 并没有入住 估计里面不会有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 果然 虽然没有画面 但是我听到了他们 恶狠狠的咒骂声 我的心渐渐提起来 因为我知道 隔壁没东西 就要来我这里了 也就是这时候 我突然听见有人说看那里 发电板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 我知道他们说的大概率 是我安装在楼顶的太阳能发电板 愣神也就是几秒钟的事 我反应过来 迅速地跑出去 断掉了连接顶楼太阳能发电板的电源 我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也不知道这个行为甚是有用 但是极致的慌乱下 我已经不能判断自己该干什么了 恐慌中我并没有打开 备用电池的电源 地下城堡漆黑一片 我听见猫咪哑着嗓子叫了一声 但是已经顾不得什么了 我跌跌撞撞地跑回平板前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里 果然 没过多久 他们所有人都过来了 这里是富人区 而我的别墅又如此坚固 还安装了正常人 根本不会想到的太阳能发电板 这一下子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 认为里面一定会有 让他们满意的东西 但是他们被挡在了别墅门外 在叮叮当当一阵破坏 但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后 他们把重心放在了一楼的一扇玻璃上 虽然是加厚防弹玻璃 但它到底是块玻璃 进不住时来的大汉轮番猛烈的敲击 没一会儿 玻璃碎了 很快 一个人翻了进来 从里面打开了别墅的大门 我赶紧调出来别墅里的监控画面 看见他们进来后就一阵乱翻 暴力又野蛮 就连那些很明显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 都被他们恶意的破坏了 我庆幸我来地下城堡之前 在别墅里营造了梅住人的假象 从监控里传来的他们的对话来看 他们只是以为我是有钱闲的 才对别墅进行了这样的安全的加固 但是很显然 这样坚固的别墅让他们感到很满意 他们决定要驻扎在这里 我又害怕起来 忍不住十分后悔当初 做了加固别墅这地决定 很快 一辆车离开了 其余的人也都带着家伙离开了屋子 我估计他们是去扫荡剩下的别墅去了 晚些时候 离开的那辆吉普回来了 后面还跟了两辆大卡车 他们叮叮当当地搬下来很多东西 其中还有两个女人 一个衣服破烂被绑住了双手 被一个男人动作粗鲁地拽进屋里 另一个则跟他完全相反 虽然穿戴整齐 但是留恋在几个男人之间 动作大胆妩媚 没过多久 出去扫荡的人也回来了 手里拿着不少东西 看起来收获扑风 从监控里 我没有看见小区里另外两户人家的踪迹 也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 不过这也不重要了 人到齐后 勤点了物资 他们聚在客厅里开始分配晚餐 我发现他们的晚饭非常丰盛 有压缩饼干 肉罐头 甚至还有几瓶啤酒 那个妩媚的女人 坐在他们嘴里的老大身边 暧昧地冲她敬酒 那个被绑住双手的女人也被放开了 分了一个压缩饼干 在旁边默默地啃 虽然知道大概率不会被发现 但是我还是不敢打开灯 摸着黑拿了一袋面包回了卧室 抱着猫蜷缩在被子里 夜晚该睡觉了 我看见有三个人动作不安分地 拖着那个安静内向的女人 进了一间屋子 很快就关上门 另一个女人则是跟着老大 进了二楼的卧室 其余的除了两个守夜的 也都各自找了屋子睡觉了 我挨个点睛画面 看他们在干什么 除了一间屋子里 有两个人在小声讨论 什么以外其他都没什么特别的 我把注意力放到那两个人的屋子上 放大声音准备听一听他们要干什么 但是听到声音的 一瞬间我有点愣着 因为这个声音我很熟悉 是频道一的三号大哥 很快我就知道了 房间里的是频道一的二号大哥 和三号大哥 而一号大哥为了保护他们被感染了 他们是误打误撞 才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来的 本来是打算聚在一起更安全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 这些人为了得到物资 不择手段 手上不只有一条人命 到底是没干过坏事的普通人 他们内心的道德感 不允许他们和这群人一起狼狈为奸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你道德 别人就有道德吗 我听着他们 从说老大对手底下的人十分宽厚 到跟着老大不愁吃喝 再到最后 讨论离开了队伍 两个人单打独斗 能活下去吗 两个人慢慢的 一点一点说服了自己 我很理解他们做出的选择 想要在这个乱世活下去 真的太难太难了 2028年5月5号 灭火亡命之徒 已经在我的别墅里住一个月了 他们并没有发现我 据我观察 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 每天轮流有一部分人 出去收集物资 剩下的人就待在别墅里玩玩乐乐 看到他们这么放肆 我都开始怀疑 丧尸是不是都灭绝了 但是从断断续续的电台广播里 我很清楚的知道 外面丧尸还在肆虐 非常危险 日子一天天过去 终于在前几天 我听到了那个 让我期盼已久的消息 他们要离开这里了 我终于不用再过 小心翼翼的生活了 原来C市除了趟之外 还有好几伙这样的亡命之徒 他们之间相互争夺物资 发生过好几次恶性摩擦 死了不少人 最近他们能得到的物资 越来越少 隔壁的帮派又虎视眈眈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说 隔壁省有一个大帮派的老大 想要建立一个统治区 他们已经联系好 要过去投靠 他们想去哪里我不在乎 只要别住在我这里就好 下午我戴着耳机 打了一会单击小游戏 突然发现上面那群疯子 正在疯狂砸屋子 对 再砸屋子 我赶忙去看监控 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已经把东西都打包好 准备要离开了 又因为走之前 不想把这个坚固的房子 便宜了别人 这才又打又砸 这个原因让我觉得有点好笑 不过我也挺赞成的 砸吧 砸坏了 就没人注意到这间屋子了 我也就更安全了 明镜傍晚他们才离开 估计是因为晚上丧尸 没有白天杀伤力那么大 我的世界又清静了 为了庆祝他们的离开 我打算这三天都吃自热火锅 喝肥宅快乐水 对了 走之前 他们还把我的太阳能发电板拆走了 不过拆走就拆走吧 我还有备用电源 节有的是电 不在乎 2028年12月15号 丧尸爆发已经将近一年了 自从那群人离开后 又接连有三拨人过来扫荡 不过他们都没有逗留 我的别墅已经非常破烂 房门大厂 自然引不起他们的注意 在没有搜寻到物资后 他们就很快离开了 我在我的地下城堡里 过得舒适而快乐 有谁有电 有吃的有喝的 有手机有平板 有电视剧有小说 想不快乐都难 而且从无线电台里我知道 最近官方开始频繁发布消息 国家正在有计划的 进行丧失的清理工作 而且在疫苗研制方面 我国也有重大突破 电台的频道又多了起来 很多幸存的人 都开始通过无线电 向外界发出声音 言语之间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而我时隔十个月 终于又再一次听到了 频道三小哥哥的声音 不过这次是在官方频道里 他作为优秀群众代表发表演讲 鼓励人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胜利就在前方了 2039年2月13号 下一个要进行丧失清理的城市 就是C市了 相信我很快就可以呼吸到 外面清新的空气了 去年的今天 我颤抖着握着鼠标 从电脑里看到了 第一个丧失习人的视频 现在想起来 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 又好像没发生什么事 所谓大胆不死必有后福 我决定等秩序恢复后 去看个心理医生 毕竟这么美好的世界 能有多大坎过不去呢